大家好 我是赛艇队长 每天胡思乱想 节目开始前咱们先打广告啊 那么这最热的夏天现在已经进入尾巴了 趁着孩子们还没开学 咱们稍微凉快点的时候呢 就赶紧抓紧时间开始一场游学活动 8月16到18三天咱们去避暑胜利青岛和危害 16号下午呢咱们去游学青岛山炮台 讲讲在这发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因为这青岛山炮台是现在唯一一战 就是发生在东亚的战场 那么这还有德国人修的要塞 然后关于中国参加一战 往后呢又引发了巴黎和会和五四运动 这都是在历史当中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啊 那17号上午呢咱们去康有为故居和德国总督关底 讲讲戊区变法和德战青岛 为什么定在上午呢 因为下午咱给大伙留出时间来干嘛去危害 18号全天 这是我特别推荐的活动啊 18号全天 咱们在危海流工岛上参观甲午战争纪念馆 海军公所啊定远舰 这都是我最喜欢最擅长的近代海军环节 您报名就行了 肯定是不需此行 我期待和大伙的相遇啊 谢谢各位 那既然是说到了近代海军 我有关于他的游学刚才提到了 还有关于他的付费课程啊 当然也欢迎大家去去关注去订阅了啊 那今天呢 关于他咱再多聊点算是做一个啊 一个长长的大广告吧 就是说起晚清的洋务运动 各位可能都有一种感觉 就是在军事建设的过程当中啊 好像就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 因为自身好像没有这种武器研发的能力啊 所用的呢 都是外国已经有的武器 等好不容易 哎呀 这装备熟悉了 那他们又装备了更新的 自己手里的就落后了 其实啊 在军事建设的过程当中 有一个领域北洋海军呢 这也跟上了世界潮流 那就是鱼雷和鱼雷艇技术 不仅北洋的高层对他非常重视啊 也得到了广泛的装备 那他们的建设支度如何 又遭遇了怎样的结局 咱们今天就来聊聊 对于军舰来说 船底一直都是他们最脆弱的部分 一旦爆炸造成船底漏水 那就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悟啊 所以从19世纪中叶开始 欧洲各国就开始研发水雷 那么军舰一有接触 就会爆炸 然后紧接着就是进水沉没 然而水雷有一毛病 就是它自身无法航行 只能事先布射 如果是你说在交战海域布雷的话 水雷不长眼睛啊 不分敌我啊 这很容易伤到自己人嘛 于是呢 1866年 一款能自己行进 在水中自航式爆炸武器 鱼雷研发了 它开启了海战武器的新纪元 英国人怀特黑德 在奥地利制成了这款武器 轰动了整个世界海军 其中德国人还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改进 使得就是这种使用的原材料啊 换了原材料 让它武器的保质期更长 那为了更好的发挥鱼雷的作用 英国人率先研发了鱼雷艇 它呢就是以鱼雷为武器 用极高的速度接近敌舰 发射鱼雷之后马上撤离 一时间呢 什么俄国 法国 意大利这些国家也相继研发 一度以鱼雷艇为潮流 那这样的潮流 也影响到了当时的清政府 因为这鱼雷的发明者叫做怀特黑德嘛 英文叫做white head 所以呢 清朝人这次就没用这个 没用音译 用的意义啊 white head就是白头嘛 所以就管这个鱼雷叫做白头鱼雷 那么德国人和他改进研发的 和英国人那不一样嘛 所以德国人这个就叫黑头鱼雷啊 那1874年的10月 李鸿章在大谷口受邀参观 俄国的军舰 第一次看到了鱼雷 立马就被这款武器所蛰伏 此时正值近代洋运动高潮之时 洋运动的核心是什么 欲强敌于海上 于是李鸿章就上书说 坏船虚费较距 势难取行易购 查鱼雷挺 战手兼姿 实为水师利器 购架吉连 养船之费一省 简言之 这玩意儿他能花小钱办大事啊 1879年 中国向英国订购了超勇扬威 两艘撞击巡洋舰 承造军舰的阿姆斯特朗公司 最初许诺 这款巡洋舰上斗会 装备最新潮的舰载小型鱼雷挺 按照当时李鸿章的构想啊 军舰搭载鱼雷挺 然后使用的时候是用划轨啊 还是用这个其中机给它放出 从上帝视角上看 当时就是这种什么所谓这种巡洋舰鱼雷挺的性能啊 其实它是完成不了这一点的 这太难了 但是呢 这个不靠谱的想法还真就是李鸿章购买这两艘巡洋舰的先决要素之一 只是啊 在最后的建造过程当中发现 这超涌级巡洋舰 舰体太小 也就没法去搭载那些常规型号的鱼雷挺 所以只能折中变通 搭载气挺啊 那这次失败呢 是中国购买近代鱼雷挺的最早尝试 也是自此啊 李鸿章发现自己被摆了一道吧 说好那是鱼雷挺 你现在给我安的什么玩意儿啊 所以呢 对英国人感到失望 此后在武器采购的时候啊 就更加信任德国人了 1880年 中国向德国订购了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 派出特使李凤包 全程跟进 李鸿章对他做出特别指示 在欧洲想办法 买鱼雷挺 那经过货比三家 李凤包在德国的福尔坑造船厂 订购了两艘鱼雷挺 出厂之后 拆解装箱运回国 分别命名为前一前二 就是乾坤的钱 那这是德国人自造的鱼雷挺之始 也是中国最早的这种现代化的鱼雷挺 有了这两艘作为开路先锋 李鸿章又趁热打铁 又订购了六艘鱼雷挺 要求放在德国军舰上 一并带回 其他各省都府看着这李熊堂吃的螃蟹 也选择跟进 梁广总督张志栋就一口气买了九艘鱼雷挺 一时间这南北洋挺队那变得是熙熙嚷嚷就在购买给这个鱼雷挺的过程当中啊 时间来到了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那先后爆发了马江海战和石浦海战 法国人呢就用杆雷挺击沉了阳武和玉远两艘军舰 这杆雷挺他都不是说标准的鱼雷挺什么离近了发射鱼雷他不是 他其实是一个一艘快艇伸出一根长棍长棍的尽头绑一个炸药包 然后抵近啊拿那个炸药包怼那军舰身上帮击爆炸 这种老式的杆雷挺咱看那你肯定用的就不如这个鱼雷挺先进吗 对吧但是他尚且能造成这么大的威胁呢 换成新式鱼雷挺啊那这后果不堪设想了 所以呢中法战争结束之后不久 著名的文学家张爱玲的祖父 熟理传政大臣张佩伦随即上奏清廷 提出为福建购买一艘最先进的鱼雷挺 然后表示说所需的款项啊 由敏浙两省自行筹措 不占用中央财政的经费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张佩伦还在奏折当中提出了一个颇有远见的计划 就是说等这艘鱼雷挺买回来以后 福建全政按照同样的形制仿造一批 上奏不久啊 清政府就予以批准 1886年这艘鱼雷挺被命名为福龙号 交付中国 此时这福建全政人走插凉了 张佩伦因为中法战争作战不利出军发配了 继任的传政大臣裴音森对这事呢 也不怎么感冒 所以啊 李鸿章就拿出来六万两银子 把福龙买到买回来啊 化归到北洋名下 这款鱼雷挺李鸿章看完之后就颇为炎热 1886年又向英德两国订购了六艘大型鱼雷挺 随着这六艘鱼雷挺的服役 北洋舰队可以说拥有了一支全世界最先进的鱼雷挺队 李中堂也是颇为志得意满 他说炎成鱼雷挺十余号可被服役铁舰之用 为各省之所未有 随着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 9月17号两国舰队展开了黄海海战 其中福龙号他真的是发挥了作用 他于乱军当中盯上了日本军舰西京丸号 这艘军舰上头坐着的是谁啊 日本海军军令部部长华山自继 他是不直接指挥 他是来做这个监军督战的 他没想到他想的是远离战场的 没想到就被这福龙号给盯上了 福龙号瞅准机会 在40米处发射了鱼雷 这华山自继眼看是距离太近了嘛 所以无法多产呢 高呼五命休矣 闭上眼睛啊 就等待着自己命运时刻的到来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 这一发鱼雷啊 从船底下钻过去了 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当时鱼雷在这个入水之后 因为发射的时候 他是有作用力嘛 所以呢 他会在入水之初有一个比较深的下潜 然后在潜航一段时间之后 他才会回到这个正常的位置 那这一发鱼雷就是在这个时间段里略过了西京丸 这也是整个甲午战争当中 北洋海军击沉日本军舰最好的机会 那等到黄海海战结束之后 北洋海军因为损失过大呀 所以选择避战保船 闭门不出 把制海权让给了日本人 随着联合舰队海陆加工为海位 生还的希望越来越小 1895年2月7号 水师提督丁汝昌下令 鱼雷艇队集体出发攻击日本舰队 给两艘快艇提供掩护 就是这两艘快艇是要开到烟台 让他们去搬救兵 然而这12艘鱼雷艇 刚出港口就遭遇了日本联合舰队 咱们前面提到过 当时这鱼雷技术也不过关 鱼雷艇你要在一个很近的距离上 发起攻击 然后又因为军舰大 军舰怎么着不得一千吨往上 两千多吨 什么四五千吨这也有 但是鱼雷艇小啊 鱼雷艇也就几十吨一百吨呢 所以这基本上遇上以后 就完全没有还手之力 所以这边日本军舰一发现他们 一升起战斗旗 准备战斗的时候 这鱼雷艇就知道 自个是自身难保了 你硬拼肯定是拼不过 我只能是不讲武德搞偷袭 你这200多斤英国大力士 一个重拳过来了 我没法跟他直接打呀 我也不会四两拨千金 我也不会花劲 对吧 我这个武术总教头 我也不是马保国老师 所以怎么办呢 跑呗 不路而逃 那结果这一跑 最后也没跑了 12艘鱼雷艇 有11艘被扶 或者是被击沉 只有一艘跑到了烟台 那此举啊 基本上就是让北洋海军丧失了最后的希望 三天之后 丁武昌自杀殉国 七天之后 北洋海军投降 全军覆没 鱼雷艇这个一度被寄予太多希望的这种新式海战武器 就是这样在中国近代海防的舞台上 黯然退场 那回首这北洋海军的鱼雷艇 可能我们会有太多的一南平 如果扶龙号那条鱼雷能够击沉西京丸 或者说是如果那12艘鱼雷艇能够死战不退 那结局可能是会不一样 可即便是这样 那能怎么来 结局还是无法挽回啊 这甲午战争最后还是得失败啊 微小的闪光点终究是无法遏制整体的颓势 国家强大先强在思想 然后再去考虑制度器物什么军舰 在晚清那样的一个官场和社会当中 别说是一艘鱼雷艇 你就算是他服役了一艘航空母舰 他结局还是没法改变最终的命运啊 好了 关于甲午战争北洋海军的鱼雷艇 咱们今天呢就聊这么多 感谢各位的支持 欢迎各位报名8月16到18 我的游学活动 谢谢大家 我是赛艇队长 每天胡思乱想